第四年 啊!動畫終於做完了 明天就可以交稿 終於可以休息一下了 你和我一樣嗎? 長時間盯著電腦螢幕 好不容易有時間休息 卻還在一直滑手機 是不是覺得滑手機就是在休息 而且腦袋放空可以很輕鬆的打發時間 嘿嘿 那你就大錯特錯不要來侮辱我的眼 先跟著我做一個挑戰 再來告訴你們為什麼眼睛會有模糊打碼的畫面吧 你剛剛有眨眼嗎? 10秒內就開始受不了忍不住想眨眼的人 你們很可能有肝眼疾病哦 不過不用擔心 我們先來了解 為什麼會有肝眼疾病 其實肝眼疾病不是只有眼睛肝這個症狀 人的眼淚分成三層 分別為保濕眼睛濕潤的黏液層 水液層 以及在眼睛表面負責預防眼淚蒸發的油脂層 這三層有任何一層分泌不足或不平均 都會導致肝眼疾病 那你快幫我趕你有沒有肝眼疾病 不要急 接下來我會分享肝眼疾病的原因 首先我們要了解任何年齡層都可能會有肝眼疾病 但年長者及長期服用特定藥物的人 較容易感覺到眼睛不適 另外 現代人長時間使用3C產品 眨眼次數過少 加上老是處在乾燥的冷氣房 讓近年來肝眼疾病患者年齡有越來越嫩的趨勢 那你快幫我趕你 這位同學等一下 所以 又如何判斷自己有沒有肝眼疾病呢 除了剛剛的10秒挑戰以外 大家還可以透過以下症狀來評估 眼睛疲勞 眼睛單色 視線模糊 眼睛痠痛 眼睛搔癢 這些症狀常常被誤以為是眼壓膏或是眼睛過敏 加上視線模糊也可能被誤以為是近視 所以如果出現上述情況 請到眼科上專業的來 等一下 眼藥水是無法真正舒緩肝眼疾病的 幹 幫我一瓶眼藥水喔 有些市售眼藥水會添加血管收縮劑 雖然可以短暫緩和眼睛不適 但長期使用會造成乾眼疾病越來越嚴重 而且含BAK防腐劑的眼藥水 可能會導致眼睛越點越乾喔 現在緩解乾眼疾病症狀最常見的方法就是點人工淚液 因為人工淚液最接近真實的淚水 而且含保濕因子 鎖水因子才能真正穩定淚膜 防止水分流失 維持隨時看到的都是高清無碼 甚至當作日常的保養都沒有問題 我有問題 那乾眼疾病可以緩解嗎 當然可以 1. 良好的生活作息搭配均衡飲食 2. 提升冷氣房內濕度 3. 熱敷眼睛 4. 避免長時間用眼 5. 最重要的還是固定使用人工淚液保持眼睛濕潤 切記 眼睛有任何不舒服都應該要找眼科醫師治療 別擅自購買眼藥水長期使用 也建議挑選使用新型保存劑 並添加鎖水因子的人工淚液 才能達到補水 鎖水 安全 有效減緩干涉不適 讓眼睛維持水潤一整天 YA 最後 記得定期做10秒不眨眼自我檢測 愛惜靈魂之瘡 欸 肉團 嗯 欸 我睡著了嗎 影片做完了嗎 廠商再追囉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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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